主板市场基本上在底下震荡 基本上还是躺在地上 但是创业版呢 慢慢慢慢最后翻红了 用拳击当中的一个数据 就是一记重拳下去以后 有的抗击打能力差 倒下了 还有的就晃了一晃 抗击打能力不错 站稳了 所以这两者是不同的 其实我们昨天在分析这个市场的时候 已经跟大家说了 由于昨天是有尾盘的这个杀跌 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摆在今天要考虑这个市场的话 那就很简单了 如果上午能够把昨天尾盘的 能够收复回来的话 那事情是好事情 因为昨天这是变成就变成假摔了 但昨天往下跌了以后 今天开盘以后 假模假样的往上走了一下 然后啪一下子快速的又回落 那么这对市场来说 是需要引起警惕的 但今天最后的一个结果呢 两者是不同的 主板市场 五日均线 十日均线跌破了 创业板市场呢 五日均线还能够守住 盘中是跌破 但最后能够守住 十日均线根本就没到 所以这两者之间是有差别的 主板市场不仅要引起重视 而且一定程度上 如果你的股票的一个走势 更踏实类似的 那么也许你要采取一些动作 但是如果你手上的股票 跟创业板市场是类似的 甚至比它走得更强 那么现在我觉得 你既然抗击打能力比较强 那你还可以捏在手上 再来观察观察 你说对不对 其实实际上呢 市场呢 我们先给出一个判断 然后第二天呢 在市场当中 根据市场的一个走势 来验证自己的一个判断 对还是不对 采取相应的一个行动 那进阶段 我们最主要强调的是什么 一个是成交量 第二个是热点板块的 一个持续性 那热点板块呢 市场号召力比较强的 5G 半导体和什么 和新能源汽车 这三者之间 和衍生出来的 都是比较刚性的 而且走势比较强劲 其他的也有高科技的 但走势要比它要弱一截 对不对 那么除此之外的一些热点 那可能不能算很刚性 包括昨天我们 把这个总业板块 拿出来跟大家做分析的时候 就告诉大家了嘛 他这样的一个走势 冲高大幅拉伸 然后又是尾盘的时候 跟随市场的一个下跌 恐怕这个不算什么第二春 今天果然我们可以看到 在跌幅榜上 跌了那么多去寻找位置 所以这个 你把这几点搞清楚了以后呢 对市场的一个分析呢 基本上就有谱了 那回到刚才说的两个 一个热点 热点呢 今天很明显 市场的热点呢 有点分化 有点分散 之前的一些刚性热点 今天好多下去以后 没有回来 这是需要引起重视的 当然今天又有新的热点出来 那么这新的热点呢 能不能再延续下去 非常重要 如果只是一日有 那这个市场 不仅是主板市场 要有动作了 创业板跟创业板 类似走势的股票 你也要有相应的 一个思想准备 这是我觉得 非常重要的一点 从陈家亮的一个角度来看 目前我们可以看到 北向资金 还是能够持续流露 但今天流露的幅度 出现了一个大打折扣 尤其上海 上海到尾盘 最后三分钟之前 还是流出的 最后三分钟 接近价的时候 它才翻红流露 所以这是需要引起重视的 那还是从市场的一个走势 我们再来跟大家聊一聊 那今天上午呢 我们可以看到 上证指数呢 似乎好像更弱一些 只是稍微反弹一波以后 一波果断的一个杀跌 之后基本上就在下方 横盘在下午两点左右呢 有过一波上升 但是走势上 没有得到成交量的一个支持 所以最后的一段时间 我们可以看到成交量增加 它重心是下移的 这上证指数 看一下创业板 创业板呢 稍微有点不同 我们可以看到 前面半小时呢 是震荡上行 上证下落以后 它也出现了 比较果断的一个杀跌 但之后 这个走势呢 跟主板市场是完全不一样 我们看几个 一个低点 低点上移 第二个高点 高点也是出现了一个 上移的一个走势 所以这类似一个 比较缓慢的一个上升通道 那明天能不能延续下去 就显得格外重要 这是创业板啊 那回过头来 我们来看看板块方面 这个资金流向 资金流向呢 我刚才说了 这个户子啊 这一块 直到最后三分钟 才往上跳了一下 还记得吗 平时应该像什么 像这里 像创业板 创业板在这里就跳了 所以这是很明显的一个变化 有变化的时候 你得引起注意啊 平时如果一直是这个规律 今天还是这个规律 那没有必要重视的 但今天显然这个规律 发生了很重要的一个变化 这个呢 就要放在后市当中 来仔细来观察 会不会 经过今天的一个变以后啊 北向 尤其对上海这一块 会减弱 这很重要 那这是北向资金的一个流向方面 再来看看板块啊 板块呢 最后我们可以看到 电子元器件和酿酒板块是红色的啊 但主要的还是以流出为主 只是酿酒啊 是最后阶段呢 有六千多万的一个资金算流入的啊 看看板块方面啊 板块呢 我们注意到集成电路啊 在下午这波拉升当中呢 出力不小 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半导体啊 5G啊 包括这个新端汽车当中的一员吧 他是走的比较强的 那明天就要着重观察 这个是到底是一个反弹 还是能够来第二波的一个上涨 此外呢 还有一个就是权重板块啊 我们可以看到下跌跟他有关 之后呢 一直是横盘的一个走势 所以也代表了权重股的一种态度 那么这个也是需要注意的啊 那回过头来呢 再来看一下板块涨跌幅的一个情况 这里面值得重视的呢 我觉得是数字货币啊 我记得在去年四季度初的时候啊 大家谈数字货币还是谈的比较多啊 那今天数字货币突然一下子 又来到了涨幅榜的一个前列 那是不是这方面会有新的一些会落地 那我想我们值得后市来进行一个观察 此外呢 我们可以看到啊 刚才我们说总业转基因 今天总业一下子就跌去了6% 所以这一点呢是要重视 而下方的固念有色金属呢 这里面有部分是跟行乱汽车相关 那今天呢是继续在下跌的一个前列 这是也同样要保持警惕的 好了不多说 我们稍息休息 看一下我们编导 给我们准备的市场热点信息 回头再来和嘉宾一起来探讨 来 今日A股三大股指走势出现分化 截至收盘 上证指数报3090.04点 跌0.54% 深圳城指报10972.32点 跌0.15% 创业版指报1924.24点 微涨0.09% 盘面上 集成电路板块5后集体升温 数字货币国产软件等板块 均涨幅领先 可创板方面 个股涨跌互线 其中中微公司涨幅最高 涨8.88% 央行15日公告称 为对冲税期高峰 现金投放等因素的影响 维护春节前银行体系 流动性合理充裕 今日开展3000亿元 中期借贷便利MLF操作 和1000亿元14天期逆回购操作 根据公告 MLF中标利率为3.25% 与上次持平 14天期逆回购中标利率为 2.65%与上次持平 随着A股春季行情越演越烈 公募股票型基金仓位 重新回到九成高仓位水平 据券商研报测算 目前普通股票型基金 和偏股混合型基金 仓位中位数分别为90.5% 87.3% 两者均已达到2016年以来 相对历史高位 上证指数在2019年末 成功站稳3000点整数关口 年涨幅超过20% 从全年来看 有60%的投资者表示 在2019年实现了盈利 这一数字较2018年 有了大幅度的提升 但值得注意的是 绝大多数的投资者 仍未跑赢指数 好 欢迎回来 我们来介绍一下 今天来到厂内的三位嘉宾 坐在我身边的是 周小刚 杨成斌和张瑞泽 三位好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 市场很明显的科技股 还是依然能够保持活跃 使得市场下午能够起来 想听听三位 有没有操作 今天下午我没有操作 因为我本身就持有 软件板块内的一些公司 本身就有一些科技股 杨成斌觉得今天科技股 是一个好的操作时机吗 我觉得其实 应该是忽略一下 短期的波动 你觉得应该忽略 短期的一个波动 还是更多的要考虑 不要太频繁的操作 不要太频繁操作 来听听张瑞泽的谈 我没动 你没动 我没动 是不看好还是 因为我记得你之前有过 考虑向中长期的一个方向 变动 那现在手上科技股多吗 其实之前动过一点 但是还是有一些底仓的 好吧 还是从你这边开始来跟我们聊聊 对市场的一个看法 来有请 好的 我先说一下对大盘的看法吧 大盘的看法 我认为上面指数空间 其实是有限的 包括甚至我认为全年 上面指数的空间都比较有限 所以我先说原因 逻辑是这样的 我们假设未来有一天大盘能够到六千点 假设有一天能到六千点 那么我的逻辑是这样的 我个人看法是大盘如果到六千点的话 那么应该是权重股 像互生三百 像上证五零里面的权重股 买马篮球 他们应该是做主力的 说白了就是像 类似于像茅台平安 招行这些公司 他们会涨得更高 像普涨的这种可能性 像过去那种六千点的方式 我觉得可能性不大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么也意味着 今年他们的表现会怎么样 从前两年表现来看 像这类公司 其实表现的都非常非常好 而今年其中一些 个别公司已经看到了 一方面就是涨得太高 需要调整 第二个就是业绩 估值已经顶得蛮高了 业绩其实也开始有些 开始调整了 业绩开始有些往下修了 那就意味着 今年全年有可能 这类公司 其实都是横着走的 有可能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们如果不动的话 那指数空间 其实是很难有大的空间的 唯一能够对指数产生影响的 可能就是一些 之前估值比较低的 周期性的公司 但是即便他们动的话 其实对整体指数的影响 其实也不会特别大 而且现在还有 有可能被证伪的可能性 所以说我认为指数的空间 不是特别大 今年整体的预期 其实没有去年乐观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说是操作 操作上是这样的 目前我还是一个 等于是我自己满仓 满仓持续不动 然后是等待证伪 的一个过程 其实我心里很明白 这两个月 可能应该是一个收获期 但是我是等右侧 我不会直接去 急着去走策交易 就是等待证伪的过程 我简单解释一下 什么是大胆假设想要求证 其实就像玩多米诺骨牌 这个游戏是一样的 我第一块骨牌推倒的时候 其实我的假设 就是最后块骨牌 也会跌倒 但是在推倒的过程当中 我们会观察当中 每一块骨牌 是不是会很顺利的推倒 有可能有变数 其中有块不倒了就不倒了 不倒的话等于是被证伪了 你之前的逻辑就会被证伪 所以说这个时候就要撤 那么我的逻辑是这样的 我一直说 今年整个市场 其实有三大主线原因 一个就是外部环境的影响 一个就是基本面的影响 一个就是货币政策的影响 其中我最关注的是 货币政策的影响 所以说现在 对我来说 第一个时间节点 就是在下周一 就是本月的20号 就是NRP2 是不是能够降息 现在我其中逻辑不说 现在市场上面 我看到比较多的言报 两个一个就是认为它不需要降息 一个是认为是需要 并且是认为需要的 明显要多一些 那么如果出现不降息的情况的话 其实就是等于是不急运气 那这个对我来说 其实是应该会是有些触动的 对我个人的话 我可能会在那个时间点上面 去看看这个骨牌倒不倒 这是我会有 到时候会有个操作 这是我对市场的看法 确实到了一季度的时候 刚才张略者提到了 一个证明是类似于政策方面 是不是能够想它设想的一个方向在走 那第二个呢 我想进入这个一季度 对很多个人投资者来说 可能还需要一个业绩的一个增维期 对某一些股票 某一些板块看得很好 到时候一季度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年报 接下来就是一季报 时间也比较短 这比较短的一个时间 实际上可以看出两点 一个 原先去年到现在为止 是不是符合预期 第二个 类似像特斯拉 今年一季度开始投产了 那投产以后 是不是一季度就让我们可以看到 业绩的一个弹性出来了 那可能也是一种证伪 那我想这种也是对我们 个人投资者来说 必须要走一步 看一步的一种依据 不要把这种依据 扔一边 只看K线 对不对 好 不多说 我们接下来请出杨真彬 听听杨真彬的一个观点 我觉得对于市场来说的话 我也是不太赞同 会有一个大级别的 指数性的一个行情 但是就是说 在现在这样子 一种情况下的话 我觉得没有必要 就是太担心 或者是没有必要去 把一个仓位降得很轻 因为之前在2800点的时候 大家都会觉得 马下跌 然后2900也觉得 可能没起稳 然后3000点 会觉得没放量 那么到了3100点的时候 如果这个时候 再急着拉的话 那么我觉得 有可能会是一个假突破 因为就是说 虽然说 听到身边很多朋友 就在聊 就是说 可能这一波 也没太赚钱 或者是仓位 加得不是特别的重 那么如果说这个时候 再来一把又多的话 搞不好很多人会 脑子一热 会冲进去 所以说我觉得 在这个位置 就是说 我不认为 节前会把那个 3200点给打掉 但是我认为 在未来的某一段 时期之内 这个整个大盘的 这样子一个 周线级别的一个节奏 一定会是震荡向上的 那么今天也给大家带来 一张周线图 那么从这样子 一张周线图来看的话 就是等于是 把前面那个高点 在前面高点的位置 是画了一条横线 那么现在的话 基本上已经是完全确认 突破了这样子一个高点 但是还是没有 进行一个回踩 所以说 我觉得在这样子一个 位置的话 会有反复 也就是说 会反复地去试探 前面的一个高点 就是反复地往上去冲 去试探 那么什么时候 会真的去往上打呢 我觉得恐怕还会需要 多次的试探之后 才有可能是 往上的一个征突破 所以说总体而言的话 我觉得目前在这个位置 只要手里的仓位 是属于目前的一些热点 或者是说 有业绩增长的股票的话 还是继续维持仓位 比较重的为好 刚才杨成斌 基于的一个分享 是认为后市是向好的 还会去摸更高的一个高点 对 刚才你提到了3200点 对 那既然这样的话 那目前的市场 既然后市我看好 那我现在介入 只不过就是输掉时间而已 那为什么不可以 因为大多数投资者的话 可能没有那个耐心 或者是说 没有那个心理承受能力 去承受很长一段时间 甚至是一个 这点你放心 我们A股市场的投资者 不怕被套 他们好多散户投资者 套了多少年 一直在手 从来不怕的 这点我觉得好像 不用多担心 但是如果后市向好 为什么现在 但是我是反对这个时候 就是尤其是情绪高涨的时候 把仓位贸然的加进去 我觉得这是一件 比较冲动 或者是说 比较危险的事情 虽然说我是 一定是看好后市的 但是我不认为 现在是一个 特别好的时间点 你刚才提到了 有可能要回探 那回探是不是会把 前面日线上的一个 跳空缺口 我觉得 也就是元月二号的一个缺口 我觉得日线级别的那个缺口的话 不一定会不掉 而且没有必要不掉 因为我觉得 从整个11月份 到现在来看的话 基本上已经是属于一个 大的趋势性的一个改变了 由之前的一个震荡下跌 转为现在的一个震荡向上 然后现在的话 出现某种程度上 或者说是第一个加速的 这样子一个缺口 那么在这样子一种情况下 我觉得不补是最好的 那成病啊 这个缺口在3052点左右 对 不补的话 向下的空间没有多少 今天最低的时候 大概就差30个点 差30个点你要计较吗 向上可以到3200以上了 按你的说法 就是说现在的话 从上证指数来看的话 其实并不是说 能够完全地反映 整个市场的一个涨跌 如果说很多创业板 或者是前面一些 那个锂电池的 尤其是一些 那个上游资源的那些票 如果一旦回调的话 那恐怕是幅度也是蛮大的 可能是早上通告 创业板现在不是很看好了 没有不看好 就是说当市场上好几个热点 板块轮翻地涨停的时候 在那个时候 我干嘛不是悄悄地卖掉一点 然后等市场情绪冷静一点 再把它接回来 你的意思在这个位置 还要做做差价 这个我觉得 当市场狂欢的时候 最好还是保持一份冷静比较好 好 咱们成冰是告诉了 我们一个市场当中 应该说好多投资者 可能的一个通病 当市场非常热的时候 他们不是冷静 而是更热 其实更热会造成一个什么 回过头来 我们再来看 有些股票的股价 最高的一个位置 其实就是狂热的投资者 打出来的 你在正常思考的一个情况下 你是根本不会想到 它会有那么高 同样反过来 最低的一个低点 是极度悲观的一个投资者 在悲观的一个情况下 会来斩码树 斩出去的 那也是不是常态的一些东西 所以保持冷静 难能可贵 但是要真正做到 很不容易 刚才我逼了半天 他还很冷静 好 这个不错谈 我们接下来要请出小刚了 听听小刚的一个分析 来 有请 麻烦老温先帮我切到 这一次创业板指数上涨 引领创业板指数的 风向标板块 锂电池板块指数 因为从锂电池板块指数说 这一波的上涨 实际上是从 要周线还是日线 周线好了 从11月18号开始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实际上从锂电池板块 这次走出了一个 ABC的上涨 我个人把它 那么从A浪是从去年的 8月6号的3117点 涨到9月11号的3582点 一共是上涨了465点 那么经过B浪的回调以后 从11月18号的3253点 涨到昨天的4164点 一共是上涨了911点 那么换句话说 已经十分接近了 一个亮度涨幅 因为亮度涨幅是 如果是C浪是A浪乘以2的话 那么实际上是930点 那么到昨天为止 是涨了911点 那么我个人的判断是 锂电池板块指数 已经进入了一个调整 当然这个调整 应该是我认为 是属于一个小四浪的调整 那么四浪调整好以后 接下来有一个五浪的上升 这是我个人的判断 那么如果锂电池 就是整个市场 引领整个市场 引领踹满市场的 风向标板块 锂电池板块进入调整以后 如果没有新的板块指数 能够引领踹满能切指数 来对冲的话 那么我认为 判断满指数 接下来的高度也有限 因为从这次 判断满指数来看 我上周来的观点是 判断满指数 有望挑战1935点 那么判断满指数 实际上是本周 已经达到了 星期一正好 是收盘1935点 那么昨天是 冲钢回落以后 实际上是没有连续 两个交易日 占稳1935点 那么我认为 目前是从技术上看 判断满指数 实际上是没有占稳 1935点 那么我个人认为 就是如果没有 新的板块对冲的话 判断满指数 即使现在判断满指数 明显比护制强 那么我认为 判断满指数的高度也有限 那么因为今天最大的问题 今天实际上是靠了 5G也好 芯片也好 包括是电磁设备 这些板块指数 来对一定程度 对冲了理电磁板块 下定的影响 但是大家不要忽悦 这三个 刚才我提到这三个板块 都是自去年6月19号 开始延续上涨到现在 目前板块指数 不可能走出 像前期理电磁板块 周线连拉 巴根阳线 速率这么陡 是不可能走出 这样的速率的 那如果不能走出 这样的速率的话 实际上这三个板块 对创业板的人气的推动 实际上是有限的 那么上周我提到的 软件板块 因为现在它毕竟 相对刚才提到 三个板块 位置比较低 那么还是在 刚刚冲过了去年 2019年板块 就是最高点 那么我认为 像上周我也提到 就软件板块 有可能走出一个 补涨形态 那么今天软件板块 也是上涨 那么我个人 如果去刚才三个板块 那我情愿 选择软件板块 那当中一些 质地比较优良 估值比较合理的公司 这是第一点 对指数判断 那么第二点的话 那么谈的是一个 相对比较偏弱的 相对比较偏弱的 我认为接下来 它可能会去考验 30078至30063点 区域这样一个支撑 如果这个区域 被跌破的话 那么接下来 它正好是回踩 上次周星上 突破的一个关键点位 这个关键点位 就在3045点 那么我个人判断是 有可能会在 前一个支撑区域的 下沿附近 30063点附近 得到支撑以后 它先要做一个向上的反弹 再结合做一个向上的反弹 如果这个反弹的高度有限 或者量能不配合的话 那才会再去考验3045点 这是我对护士的判断 那么第四点 我认为制约创业板指数 除了就是理念值板块 就是前期的分享板块进入调整 第二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由于节日之前的一个长假效应 我认为这个即使创业板的量能 也难以会继续地放大 那么实际上这几天已经出现了 就是创业板指数在不停地 往新高冲击的时候 实际上整个创业板的成交金额 实际上是缓缓地再往下降 实际上就是量价背离 所以我个人的观点 目前是对指数的观点是这样 那你刚才提到了量价的一个问题 提到了一个长价的一个问题 有一个疑问 其实也是市场当中 这两天讨论比较激烈的 什么问题呢 因为从19年开始 我们可以看到北向 代表外资性质的一部分资金 越来越多的一个涌入 12月份到现在1200亿进来了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考虑的话 去年12月份的时候 我们没有看到一种 这个年底结账的一个效应 那会不会今年的一个春节 我们也不会看到 类似于以往年度的那种长价效应呢 这个是这样看 我一直强调一下 就是我们的内资机构 实际上到目前为止 我们的内资机构的一些操作方法 跟北向资金实际上 还有根本性的区别 那么我是这样看的 因为这次的春季的行情 我就在10月18号当时就说 实际上是明显的体检 那么我个人的观点 还是维持这样的观点 坚挺不变 就是我认为这次的春季行情的 结束的点 相比2019年会有一个明显的体检 实际上是北向资金的 之前的集中的永路 既是反映了我们的沪森300 因为当时一些外资机构 一些比较领先的外资机构 已经对我们2020年的沪森300 给出了一个目标点位 这个目标点位 大概在4200点到4400点 那么这是实际上 第一个目标点位已经到了 那么既是代表了 北向资金对一些价值股的认可 也是代表了就是北向资金 实际上它是忽略 相对来说忽略一些价值股的技术 但是我们一些内资机构因为一些年底的结账 各种因素 所以当时发生了一个筹码的换手 那我个人判断还是这个观点 因为毕竟我们北向资金 虽然现在逐渐的在占比在扩大 可以慢慢的跟公募基金的接近了 但是毕竟这个市场 体量还不够 对 还不够 可能过了两三年会更改关系 好 谢谢三位 对市场行情的一个判断 那回到操作层面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最近一段时间拿到股票板块 要是好的话 那市场涨跌跟它关联度也确实不大 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出三位 就谈谈操作方面的问题 这次瑞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板块 我现在是比较看好电动车整车企业 今年下半年可能会有一个业绩比较大的增长 比较看好这个 特别是里面的龙头企业 我说的原因 这里应该是出现了一次关键技术上的一个突破 导致这个机会的产生 说什么关键技术 就是这张图 这张图是超级丁山铁里CTP平台 这是指的这个技术 我简单给大家解释一下 过去我们做电池包的时候 这个技术是什么呢 就是先装电芯 电芯后面套个模组 模组放到电池包里面去 右边是宝马I3的这个具体的情况 那么就是CMP平台这叫 然后呢 现在把模组拿掉了 就直接电芯向电池包里面装 就变成CTP的平台 这个平台什么好处呢 就这里第二步没有了 模组没有了 对 这个会有什么好处呢 这个好处就是在于 整体的分量减轻了 然后呢 空间变大了 然后可以装更多的电芯进去了 这样就导致 整个能量密度会提高 然后成本却是下降的 然后就是单位的 就是瓦时的成本也是下降 到多少大到六毛 那么会带来一个什么变革呢 就是说过去 特别是对孤这个行业会有很重大的影响 就是目前它这个下降幅度 大概是能到的一个6.2的水平 就是说能量密度 现在的磷酸铁里的能量密度 用这个做可以做到6.2的水平 就是3元6.2的水平 那么现在3元比6.2高的就8.1 8.1现在又不是特别成熟 那就意味着整个跟孤像523那种 就没有意义了 等于是 整个孤的这个行业 其实成为重大 特别是做3元材料的 像做孤这个 在动力电池这一块 其实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而且过去 那是不是今天孤涅下降下跌 我认为是有这个关系的 然后就是是个什么情况呢 就是说过去因为要补贴嘛 补贴的话 要能量密度提高 那么导致整个磷酸铁里 这个是要往3元这里走的 因为这能量密度高 那么未来由于补贴慢慢的退坡 那么大家都往成本考虑更多 那现在不光磷酸铁里的成本 要比这个多嘛 现在那个3元的成本 大概是8毛5每瓦斯 磷酸铁大概是6毛 现在可以做到 那一个成本低 现在能量密度也是可以跟它 不相上下了 再加上充放电的次数 安全性都可能做得比它好 所以说导致 未来可能有大量的3元的 这个要往这里转 反而是倒过来转 那就是形成了一个这样的优势 那么所以说这里形成两个 就是做孤的 可能会有一些利空 包括生产模组 模组检测设备的 可能会有一些利空 就是这块以后 可能就是慢慢变少了 这是一个影响 第二个影响 就是对这个企业 就是能够拥有CTP平台的 这个企业会有个既单的利好 这个利好刚刚说的一个 就是那个成本上面的 这个一个下降 还有是什么呢 就是去年 其实有个这样的情况 去年的上半年 就是6月份 7月份之前 那个时候大家都担心 补贴突破比较大 那么6月份之前 有个抢装行情 那么到7月份之后 整个新能源车 其实就卖得不太好 因为前面抢装了 又加上那个时候 还没有这个技术 那么很多车企 其实它主动的 运渐卖的意愿不大 因为它亏钱 那个时候 卖一辆亏一辆 现在的情况就不一样了 现在情况就是说 去年已经结束掉了 该跌的跌完了 那么导致一个好处 就去年的基数比较低 去年下半年的基数很低 那么从现在开始 如果开始量产的话 那么今年下半年 一方面 今年现在听说是 好像补贴特破比较友好 就不是那么大 加上明年又是整个补贴 大家预期是没有了 那一年没有的话 那么就是今年的下半年 可能会有个抢装 也不会出现 6月份7月份断档的这种情况 那么今年下半年 这个基数低 加上后面这个情况 都变得比较高 加上现在很多的车企 它有这个能力 做CTP平台的车企 它成本又比较低 那是不是有可能导致 今年下半年 该类的车企 它的业绩会比较好 会有个爆发性的增长 所以说我现在是比较看好 这类的车企 就是如果调整的话 应该是个比较好的机会 我是比较看好 电动车整车 那对他来说 证伪期应该是在什么时候 有些听到的情况是 可能3月份量产 3月份量产的话 最起码6月份 可以让你看到的 半年报的时候 半年报正好在7月份 8月份 但是大部分好的车企 它每个月的月初 都会播报上个月的产销量情况 这个其实是看得出来的 因为每个月都可以验证一下 每个月都可以验证 如果你是看乘粮会的官网的话 它每周都能验证 而且就是感觉到 就是这个车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市占率有变化的 这个月它不好了 我好 说明这当中有问题 好 听得出 张瑞泽对这一块相当熟悉 因为什么 刚才语速太快了 我都跟不上 对不对 因为什么呢 其实我了解 它这一块 在有看头的APP上 它有一个课程 在11月份就有过 11月12月说过好几次了 11月12月已经说过好几次 所以这一块它特别熟悉 其实我们每位嘉宾 如果是把特别熟悉的东西 在我们节目当中 来跟大家聊一聊 确实非常好 当然由于平台的关系 我们是大众的一个节目 在APP上 咱们是小众栏目 可以调得 说得更深刻一些 所以也欢迎大家 对于我们 咱们在有看头APP上 有相应栏目的嘉宾 你可以到有看头上 也可以跟他们多聊聊 好了 这是张瑞泽的这一块 接下来要请出陈斌 陈斌每次都会带来 你自己的一个模型 这次有什么新的观点吗 观点倒没有特别变化 因为这其实跟之前 12月份的观点 还是比较连续的 就是说我还是继续看好 这个锂电池 和整个一个纵贯 上下游的一个 特斯拉的一个产业链 那么目前的话 一个调整的话 我觉得也是一个 加仓的机会吧 或者说用 此时用组合的方式 去调仓换骨 我觉得会更加 有安全边际一点 那么从今天带来的 这样子一个业绩 办法模型来看的话呢 其中有一项 叫做那个发布日期 那么我是把 今年1月份 就是有过业绩 更新的那批票呢 是改了一点颜色 那么可以去 从中去关注一下 就是说 因为最近的话 也会有很多公司 去发布一下 它的一个新的业绩 那么我们可以去 关注一下 一个什么东西 因为首先第一点的话 这样子一张表格呢 是剔除了 2000万以下的 一个净利润的个股 以免它的一个增长 技术过小 那么第二点呢 是剔除了两年之内 重组的一个个股 那么第三点呢 也是观测到这个RE值的话 是大于5的话呢 从统计的脚步来讲 走得更远 那么由于近期 其实几乎是每天 都会有这样子 一个业绩更新 尤其是 第四季度的一个业绩 会发布出来 那么如果它的一个 第四季度的一个业绩 超预期的话呢 就比那个预期 那个要强得多的话呢 那么搞不好 就会有那种 连续涨停的一个情况出现 那么最近呢 也是把自己的一个 操作策略 也是给大家 做了一个汇总 来做一下汇报 那么其实很多人 在跟我聊的时候呢 都会担心这样子一个 到底是要重仓过节 还是持股过节的问题 那么我个人想法 我是觉得 只要股票好 那么重仓过节 一定是没问题的 那么重仓什么东西呢 我觉得一定要重仓 业绩高速增长的行业 那么如果市场是调整 那么这个时候 调仓换股 我觉得是比较好的 其实只要你抓住了 市场当中的一个 主流板块的话 中线应该是可以 那个持有的 把短期震荡给忽略掉 其实就是你说的 重仓过节的话 要重仓一些 业绩高速增长的 对 尤其是连续 每个季度 业绩都是有增长 对 而且你刚才又提了一点 今年有个业绩预告 发生又变化了 又往上调了 如果四季度长得更好 那么这个肯定是 坚定的持有 好 这个是业绩模型 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思考 那么对于好多投资者来说 你没有办法做模型 但是你也可以对你自己的手上 那些股票做一个梳理 有没有业绩逐渐增长的 那这些可能可以留着放着 当然也要剔除一些 这个重组因素 这些因素要剔除掉 那么可能更科学一些 好 不多说 接下来请出小刚 来听听小刚的一个操作思路 首先是这样的 我进几个交易的 应该说了结了一些 进阶段 就是阶段涨幅比较大的公司 我做一个了结 第二点就是 我把仓位也下调了 目前我自己的 个人的仓位 目前在五成不到一点点 第三点就是 我把有些股票 我可能还是看好 或者说我愿意 在这家公司上 继续投入一定资金的话 我也获利了结一部分 那么这样的话 我剩下来的部分 我这个持股成本 被大幅的降低了 这是第二点 那么第三点的话 我还是延续上周的观点 我关注 就是授予汽车 轻量化的板块当中的 一些个别的公司 那么逻辑 在上周实际上 我都讲的 应该说比较完整 这是在超线上 那么今天 我重要的是补充一下 因为马上我们就要迎来 一个年报 预告了一个 比较的一个高峰期 因为这次又有春节涨价的一组 在1月31号之前 按照生活交易所的规定 那么我谈一下 我自己个人 会对年报预告 我会去关注点在哪里 因为我首先第一点 我不光是关注 就是很简单的一个数据 比如说预告 它净率论的增长幅度是多少 这个我认为 太简单了 太简单了 对 那么我会先看 这家公司公布预告的 比如说接下来的创业板 必须在1月30号之前 不管是什么情况 你都要公布完毕 我看看这家创业板的公司 是否是细风行业的龙头 或者至少是在细风行业当中 排名靠前 如果这两点都不是 我坦率的时候 我不太会去看它的公告 研究预报的公告 因为实在是时间不够 现在连创业板的公司 都超过了700家 那么第二点 我会看一下 它的那个 比如说 它的某家细风行业龙头 它也预告增长 比如说在30%到60% 打个比方 那么我会看一下 它是不是提到的 它当中是有一些 非进行性损益造成的 一个经历人增长 如果这个非进行性损益的金额 相对2019年又比较大的话 比2018年大了很多的话 那么我对这样的 净利润增长幅度 实际上我要打一个折扣的 因为我更关注的是 扣非后的净利润的 一个增长幅度 第三点 我会看到 有些公司还是比较好的 它会在年报的预告当中 它会把你写得比较详细 这次的净利润增长幅度 到底取之于哪里 那我个人会关注 它是不是有高毛利产品的 销售占比 是否提高造成的 或者说 是由于新产品量产 所带动的综合公司的 综合毛利率提高 所造成的 那么第五点 我要关注这个 净利润增长 它这含金量是在哪里的 就关注它的 美股经营 现金流 那么这个呢 因为年报预告当中 它不会写 但是我可以通过 三季报的时候 我去看 因为不可能四季度 跟有一个非常 翻天覆地的背话 如果它的美股数益 假设它在 美股数益在八毛 甚至一元 它如果经营性 现金流 是负的 那这样的 实际上它的含金量 是不够的 我强调一下 是不够的 那么第五点 我会 个人会关注一下 就是也是 这也是通过三季报 就看一下 就是它的 应收账款的增长幅度 是不是远远地小于 主营业务收入的增长幅度 它如果它的 主营业务收入增长 全部是来自于 奢账的话 那么实际上 跟刚才一点一样了 产品没有竞争力了 实际上 要么就是产品没有竞争力 要么就是 它的过度激进的营销 实际上是 未来的一些财务 是埋下了一些 不好的地方 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好 谢谢三位 对于自己操作方面 一些跟我们做了一个分享 那接下来 我们要请出厂外嘉宾 今天请来的厂外嘉宾 是江琪 还记得江琪周一 对本周的一个市场 怎么判断的吗 我记得他说了一个节点 这个时间节点 就是周二周三 周三的这个时间节点 听听他 今天什么观点 来 从下半周到春节这一周 市场处于调整周期中 而从调整的结果来看的话 我个人更偏向于震荡 同时我们也看到了 北向资金在近两天 指数回调过程中 仍然是保持了一个持续的流入 对节前的解净压力 春节取钱压力 避险资金能形成一定的最终作用 而对于板块层面 我个人继续看好 后世科创板指数的表现 但需要注意的是 后续这个方向的上涨逻辑 或许会从之前的风篇传导 转向科创板指数 推出的一个预期 所以更偏向于科创板中的 一些大市值品种 好 谢谢江琪 那么接下来要进入 有看头来了板块 要请出姚中原 那么实际上今天市场 有点大开大合的一个味道 那这里面是不是有新的一个机会 会察觉到我们待会要请出姚中原 不要忘了拿起你的手机 扫描一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可以和有看头来了讲师 获得更多的一个联系 接下来我把时间交给姚中原 好的 谢谢老远 欢迎大家收看有看头 那市场在缩量新高之后 出现的回落 我相信大家还是有所准备的 那在我看来 今天的缩量调整 还是比较健康的 而且在这背后 我发现有一些内资机构和外资机构 同时按流涌动进入的这些板块 说不定会在未来 出现我们新的一个热点爆发 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张PPT 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市场当中虽然普跌了 但是像区块链板块 出现了一个温和加升量增的小阳线 这看似平凡的背后 我们再来看它内部 居然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涨停潮 那很明确 在今天市场普跌的背景之下 能够有涨停潮出现的话 还是非常显眼的 那再来看 从内资机构 今天对于区块链板块来说 主动买入了将近约99个亿 以及我们在涨停潮的背后 我们发现 这些板块当中个股 居然还是有一定规律的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在涨停潮的行业归属当中 有像互联网 像软件服务这一系列的 连续出现了这样一个涨停 那就说明 在当下调整的过程当中 资金的一些进攻的热点 还是有一个明确的方向性在的 那么我们也知道 软件服务板块 也是近期北向资金 连续介入的这样一个板块 而且对于区块链板块来讲 未来我们推行数字货币 也是有这样一个投资逻辑在的 所以说如果当下市场当中 出现进一步回落调整的话 像区块链板块 有这样资金聚集度的话 还是我们可以在这当中 做好调仓换股的 积极的关注工作 当然对于区块链板块当中 有哪一些好的公司 以及对于数字货币 这样的一些概念 有直接联系的 如果你不清楚的话 我今天也给大家带了一份 实实在在的 关于区块链板块的一份 投资策略逻辑报告 那你想要了解 并且领取的话 也可以通过 扫描屏幕下方 ERMA来直接领取 那我们前面讲过 除了内资机构 还有像一些北向资金 近期连续介入的 我们也发现当中的一些 不同之处 来看下面一张PPT 我们知道近期北向资金 连续介入的一些板块 像电子源基建 软件服务 酿酒 还有我们昨天 跟大家讲的 医疗服务板块 那我们可以很明确的看到 今天大多数板块 回落的过程当中 像这些板块 都出现了明显的 小幅上扬 所以说对于这些板块来讲 很明确 它的一个抗跌性 非常的好 那如果说 软件服务板块 叠加上区块链概念 能够形成合力的话 那未来上涨的空间 自然会被打开 而且这个方向 就会显得非常明确 那么我们再来看当中 叠加起来的一些 案例品种的走势 你就会来看下面一张PPT 我们在这样的一个 软件服务和 区块链板块当中 也发现了 今天有一些 异动的个股的走势 这个品种 在今天板块当中 有一个明确的 架升量增的突破 而且你会发现 从技术K线形态上 今天是直接跳空 在昨天阴线的上方 出现了一根 架升量增的 这样一个走势的话 那这个明确 资金介入 个股启动 这将是我们在后面 调仓换股当中 要去做一个重点关注的 好的 今天的技术讲解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下面把时间 交换给老袁 好 欢迎回来 那么今天股呢 今天科技股呢 继续保持了一定的活跃 我不知道我们的投资者 有没有进行一个操作 我们稍时休息以后呢 马上来揭晓答案 猪广盘红随辣去 鼠银苍满送春来 春与心愿之 腐蜀丰登 春联进行食活动 现已火热开启 欢迎第一财经 新老观众 踊跃参加 让我们用春联 回味几亥年 展望庚子年的投资机会 第一财经 春与心愿 腐蜀丰登 2月7日 元宵节特别节目 与您共团圆 每天五分钟 讲透一个短线技巧 揭秘高手操作心法 我是少尚武 在鼓拍APP 看鼓坛大师兄 鼓拍学习炒股的视频APP 让梦想成为开始 用建设创造价值 中国建设银行 简单的谦让 互相的关怀 爱 从来都不是单向的 互相关怀的你们 很赞哦 跨越三个世纪的经典 老凤翔 多项利好 提前引爆春造行情 上鼓拍APP 加入师辰宾核心交流圈 看资深机构投资牛人 深度解析 央行降准下的周期股机会 上鼓拍APP 看师辰宾 分享第一位传媒股中 又望迎来波段行情的 优质标的 带你锁定 结前一批潜力股 还有开年布局计划 和彼得林奇的成功投资 拆书笔记 免费领额 赶快下载 鼓拍 欢迎来到微信林林看 市场短期震荡是见顶的信号 还是上涨途中的卡曲 咱们来看一条微信平台上 观众朋友们的留言 本轮行情是预期改善 带来的修复行情 近期利好政策不断 呵护市场的意图明显 再加上北向资金 仍然维持任性的 买买买的节奏 情绪向好的预期不变 市场自身的支撑力度非常强 即便震荡或者调整 都属于上涨过程中的小差距 也给了我们低息的机会 我们也欢迎有更多的观众朋友们 来到咱们的微信平台 谈一谈您对于A股市场的看法 接着请袁建新 为我们揭晓今天微信的投票结果 欢迎回来马上来揭晓今天科技股 一栏火焰您参与了吗 这个话题 那么在揭晓之前 老员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现在起你只要参与谈股论经的节目互动 我们的小编就会在直播的一个过程当中 随机送出五张有看头解盘的 三天免费体验券 那么这张体验券能够让您饱览 有看头上各位嘉宾们的精彩观点 机会难得 送完机子 好我们来看今天我们的投资者 如何进行一个选择的三个选项 A选项是继续加仓科技股 有23%选择了这个选项 B选项是兑现了部分科技股 18% 这里面看起来还是加仓的更多一些 没参与的是剩下的接近6成59% 此外对于场内三位嘉宾的观点 更倾向的是周小刚 是受到了44%的观众的拥戴 来看一下留言 第一位说 延续昨天市场的一个情绪 今天两市低开快速杀跌 震荡走落 下午是有所反弹 中小创表现相对较强 下引线红盘报收 调整期指数的这种拒绝下跌走势 并不落 该跌不跌就算强势 看好春节前 还有新高的机会 这是第一位 第二位说 市场上涨节奏明显发生了变化 这是自12月24号开启的上涨行情以来 首次出现的两连因 成交萎缩 跌停加速连续两天在五家以上 盘面节奏重新回到了11月份 存量博弈的模式 热点拆东墙补西墙 春节长假临近 厂内活跃度将进一步下降 悬股的思路 要向机构方向做倾斜 这是两位观众跟我们的互动 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功能挺多的 最近这段时间 我们正在征集春联 这部你看 小编给了我一张 是咱们网友写的一幅春联 这幅春联写的蛮工整的 是这样写的 庚子成祥 永在宁绳迎相笔 恐方有道 长于借力占凹头 横批式大福闲来 很有意思 大家好好品味一下 也欢迎有更多的观众朋友 写完春联 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 发过来 不要忘了 写完的同时 你要把你的联系方式 写在上面 不然的话 以后开奖送给谁呢 对吧 好不多说 咱们稍时休息 马上进入 明日抢先报 来 每天五分钟 讲透一个短线技巧 揭秘高手操作心法 我是少尚武 在古拍APP 看古坛大师兄 古拍学习炒股的视频APP 上海品牌 七宝熊猫酒 上海燃气提醒您 请安全使用燃气 使用燃气时 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 发现隐患 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 962777 安全使用燃气 营造美好生活 节俭传下去 中国万年服 减养得 多项利好 提前引爆春造行情 上古拍APP 加入师辰宾核心交流圈 看资深机构投资牛人 深度解析 央行降准下的周期股机会 上古拍APP 看师辰宾 分享第一位传媒股中 又望迎来波段行情的优质标的 带你锁定 节前一批潜力股 还有开年布局计划 和彼得林奇的成功投资 拆书笔记 免费领额 赶快下载古拍 欢迎来到《糖果论经》节目 在明天的交易当中 我们需要留意哪些技术指标呢 马上跟随袁建新 进入到明日抢先报 明日抢先报 欢迎你回来 我们先来看一下 上升指数的一个情况 那么今天是低开以后 快速回落 跌破了五天和十天的一个均线 很显然人气有所收挫 最后是缩了一根缩量的一个阴线 后市能有可能下探支撑 其实有的时候 你不看KD价等等指标都可以 怎么呢 看看输出K线就知道了 三连阳一根阴 三连阳一根阴 两阳一阴 然后一阴一阳 现在变两连阴了 这很显然 从多头实力占上风 到现在明显 空头有点占上风的意味 那么现在是日空的一个趋势 要保持一定的一个观望 明天的一个参考波动区间 3079到3105点 我们再来看一下 60分钟线的一个情况 那60分钟线上 在昨天三连阴以后 一根大阴线下跌以后 尽管有三连阳的一个走势 但是20小时均线 没有回上去 要警防什么 要警防明天再出现 一根阴线形成一个什么 下降三法的一个K线出现 指标目前是空头的 保持观望 来看一下踹板 踹板是开盘以后冲高回落 缓慢回升 尾盘是拉红 五日均线非常惊险 守住了 收了一个数量的阳时之星 尾盘拉高 实际上不是很踏实 所以后市仍有可能 再探十日均线 从趋势来看 前面没有变 但是日线是转空的一个趋势 开始出现了 要保持谨慎了 参考的波动区间 1909到1935 我们再来看一下 60分钟线的一个情况 开盘以后是下探了 20小时均线 我们昨天就给出了 这么一个参考 此后是沿着20小时均线 缓慢上涨 假如热点能够保持的话 有可能再去试探上方 接近1950点的一个压力 指标转空 保持谨慎 这是明天的抢线报的一个内容 稍后休息 我们回来 再来请请嘉宾 来谈一下 明天的一个操作策略 每天五分钟 讲透一个短线技巧 揭秘高手操作心法 我是少尚武 在古拍APP 看古坛大师兄 古拍学习炒股的视频APP 跨越三个世纪的经典 老凤翔 新年要想溜溜大顺 从家出发 重新装修是个好办法 舆论空间设计 5000平米超大建材展厅 自主选主材 样板方1比1实景空间 设计精道 两房改三房 一房改三房 新推的半包666套餐 半包每平米 仅需666元 一房一价 承诺绝不露相 绝不加价 做到真正闭口合同 没有决定之前 不收一分钱 一旦合同签定 就能得到价值万元的 家电礼包 与万元装修抵用券 还送2588元 第三方监礼服务 鱼润空间设计 空间改造专家 就在桂林路418号 地铁9号线直达 不方便来鱼润 也可以拨打电话 64576688 或扫描二维码 让鱼润 为你解决所有装修难题 鱼润空间设计 空间改造专家 家中用电需谨慎 使用炉灶需召开 鱼润空间设计 多项利好 提前引爆春造行情 上股拍APP 加入师辰兵核心交流圈 看资深机构投资牛人 深度解析 央行降准下的周期股机会 上股拍APP 看师辰兵 分享第一位传媒股中 又望迎来波段行情的优质标的 带你锁定 结前一批潜力股 还有开年布局计划 和彼得林奇的成功投资 拆书笔记 免费领额 赶快下载股拍 好 欢迎回来 现在正在交易的欧洲市场 涨跌互线 幅度都不很大 回到场内请出嘉宾 小刚明天你觉得 你会怎么操作 如果明后两个交易 在今天基础上 直接往上涨的话 那我是手上不动 或者说 如果手上的个股 涨幅比较大 在这个指数反弹的过程当中 涨幅比较大的话 我甚至有可能卖出 但是如果指数 接下来两个交易 直接去考验互指的 刚才提到的 就是支撑区域的向盐的话 那我适当地会考虑买ETF 或者说买一些我新一个股 把前期高抛了 去补回来一点 但是我要强调一下 锂电池板块指数 由于刚刚进入 第二个交易的调整 这个板块 短期内我不会去考虑的 你刚才提到的ETF 还是50ETF 专家团队实地调研 实战派精英精准国际 尽数公告延报 网络超级牛股 每周一到中午晚20点至21点 公司与行业为您解决投资痛点 正选最佳投资策略 第二届中国国际金融满会 科犯网络 贸易实验区临港芯片区建案 中国将进一步推进高水平开放 时代的算力仍然远远不能满足要求 一定是性能功耗成本 三个因素决定 基本上会节约70亿的成本 软银件的充分的协同 必能改变我们的计算生态 谁不可能是垄断这个事情 对于和规律的市场化的改变 应该同步推行 解决企业融资呢 不能简单的靠累加代理 我们对这个Libra的这个出事 是不应该掉以轻心的 这个呢还是随着时间 随着世界这个不断扩动 这里边应当说有无穷上提的 一带一路是我们的必修客 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和应商团结 为我们整个中国市场经济提供保驾付 观众朋友晚上好 本经时间二十点整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 公私与行业 我是杨子在上海 问候各位 应该说今天指数继续处于 一个震荡整理态势 整体来看呢 是出现了一个 忽若深强的格局 那么在这个时点上 大家的问题 围绕着前两天市场的调整 那就是在接下来 要有这个年报集中公布的考验之下 整个市场在这儿 要不要有一个高抛的动作 另外呢 时至目前 大家看到整个市场行情的热点轮动 还在有序进行当中 那么这些热点轮动 到底有没有规律呢 我们一会儿也和大家来探讨一下 明天呢 是金户高铁要登场了 整体对市场有没有压力呢 那这一周呢 也是股指期货交割的一个日期 那么这一周的动荡 会不会多一些呢 那么在节前 我们 对于ENS 一定是 那就